你有没有吃益生菌的食物或补充剂 有什么人不适合吃 还有可以怎样选择 你有没有吃益生菌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营养师妈妈Prysilla 之前我介绍过补充剂NMN 大家都给了很多意见 有些朋友很鼓励 还有说我说出真相 有些朋友也不是很开心 觉得我不太了解NMN这种补充剂 我对于补充剂的看法 就是有些人在某些情况下 吃一下补充剂也是好的 但不是说是否都去吃 所以我自己去选一些补充剂去吃 我都会首先看看research 是否适合我需要 有没有医学根据 因为我希望我吃的补充剂 是安全和有效的 安全和有效是两大重要的原则 早前我也在YouTube平台 问过大家有什么补充剂 大家想知道更多 Probiotics就是最多人想知道更多 没错的 一些有益生菌的食物 一般来说可能会比较甜一些 比如比如乳酪 又或者可能会比较咸一些 比如可能是一些面糞 椰子 椰子 或者是冷的 这些都是吃益生菌的食物 对某些人来说强步的缘 人补充剂可能会有一些好处在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选择益生菌的補充剂 平时日常饮食应该怎样吃 近年来都是讲很多Gut Microbiome 就是那个腸道的环境 是非常影响一个人的健康 有些人说那个腸道 可以是人的第二脑 里面其实住了很多益菌 有机会有坏菌 一个人的腸道环境 会影响你排便的情况 影响你的免疫力 因为如果你的腸里面 多些益菌的话 都会是帮你 是好像一个天然的屏障 那样令一些感染 没那么容易发生的 也都有机会是影响你的情绪的 原来呢 腸道环境不好 可能是会认一个人有抑郁的 有七成的血清素 Serotonin 都是在腸道那里分泌出来的 而不是说在那个脑部 肠胃不好 那便容易令一个人不开心 其实也是很合理的 甚至有些说法 就是说一个腸道健康 会影响一个人的减肥 那个情况 益菌因为有很多很多种 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研究 去研究某一种益菌的特别好处 所以那些是很specific的 特别是那种菌 就是在某个情况 有时候你看到益菌 它有各种类的声称的好处 这个和益菌里面的益菌群 其实是有关系的 今天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些 都比较多的研究 是证实是有好处的一些方面 第一呢 就是它对一些抗生素相关的土射 是会有一种舒缓的作用的 大家可能都有一个经验 如果吃抗生素的时候 可能吃了之后 就会肚射 因为它的过程 都会杀了很多益菌 补充回来 就吃一些益生菌 对大家的肠道健康是有好处的 第二呢 就是对有一些人 腸胃不是那么好的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便秘 有时候会出现肚射 甚至一些叫肠移激综合症 IBS Iritable bowel syndrome的人士来说 其实吃益菌 很多研究都是说 会有机会有帮助的 这个也不妨一试 第三呢 就是对于一些有过敏性皮肤炎 就是Atopic Dermatitis 一些人士来说 吃益菌似乎是有一些帮助的 Atopic Dermatitis 也是湿疹的一种 有研究显示 人妈妈在产前产后 补充一些益生菌 可能可以减低BB 有过敏性皮肤炎的机会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BB 比如有肚子痛 肚搞痛的问题 补充一些益生菌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妈妈本身的母乳 都有这些益生菌 其他的一些声称好处 比如减肥啊 抗抑郁 目前就没有足够的研究 是可以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会推荐给大家的 益生菌好像说到有这么多好处 会不会是有它的坏处呢 的而且确是有风险的 有某些人是不适合服用这些益生菌的 第一呢 就是包括本身是有免疫系统疾病的人士 因为这些益生菌本身都是一些活性的物质 就不知道这些益生菌 其实下了个强度里面 会不会增加病人 有这个感染的机会 最好呢 这些都是特别问过医生 第二方面呢 就是一些的严重病患者 比如特别癌症的病患者 在做着化疗啊 电疗啊 这些朋友呢 都要小心是吃一些益生菌 大家最好呢 吃之前都是问过医生的 其实选择一些益生菌 要留意哪些方面呢 第一呢 当然是选择CFU有多少 colony forming units 即是说它的活性益生菌是有多少的 一般来说呢 我们都在说 最好是有1 billion 就有1乘10的九次方 那个益菌呢 即是它的数量呢 第一未必越多越好 但是呢 都起码要有一个最低量的 一般来说呢 最少要有1 million 不过1 million 一般来说都不是很足够 建议大家最好找1 billion 或以上 第二呢 就选一个可信赖的品牌 因为益生菌这种的产品呢 是和它的保存啊 如何生产啊 都是很重要的 那间公司要有足够的财力 是运送的过程 一切呢 都要有那种好的品质管理 保存到益生菌的活性的 如果你买普通一只牌子 你没听过的 那我就不会建议了 第一就是 它会不会是有机会 污染了其他一些 不适合的一些菌在里面呢 那间公司的品质管理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第三呢 就是益菌呢 要有效呢 就要保持一个活性 落到这个肠那里 即是它需要呢 抵受得到你的肠道呢 里面那些胃酸啊 你的酵素啊 它都可以保持到的活性的 那这个呢 也都是有些人呢 或者说为什么益生菌食物呢 是没有用的 就是一个原因 可能有些益生菌食物 其实不会100% 保持活性去到长度的 比如乳酪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呢 大家平时可以选择的时候 找一些字眼 比如ENCAPSULATOR 它会告诉你 它是有一阵的物质 是包住了益生菌的 去保持它的活性的 比如一些叫做 INOLINE的一种物质 它会包住了益菌 而且是一个益菌的食物 那你吃的时候呢 那一层的保护外层呢 其实可以保持到 它的活性 落到益菌那里 这个呢 其实要找一下这些字眼 确保你落到的长度呢 也有差不多的益菌量的 而且它说它有多少的益菌量在那里 但是呢 这个呢 就应该是以保质其尾 它都可以保证到 有那个益菌量 益菌呢 如果它是一个製造的时候 那个益菌量呢 可能去到你买 到你吃的时候呢 可能已经没有了很大部分的了 要看它的保证呢 其实益菌是去到多少量 最后你其实 需要不需要一定是吃益生菌呢 如果对一般健康的人士来说呢 第一 你可以多些吃一些天然蔬菜水果 因为其实呢 蔬菜水果里面那些 本身呢 就是我们一些叫做益生源 prebiotic的物质 当你吃蔬菜水果的全谷类 这些天然食物多的时候呢 本身呢 你的长度呢 就有一些健康的能源呢 就是给一些益菌去增加的 所以吃这些的蔬菜水果 其实都是重要的 都是以天然的益生菌的食物为主 那等大家呢 可以享受到这些益生菌之余呢 也都同时呢 有很多不同的 营养保健的物质 可以同时摄取啦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下载健康餐单的话呢 欢迎你到下面说明文的连结那里下载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